风雨一阵一阵吹来 台电抢修人员出动大型机具 紧急处理被强风拦腰吹断的路数 一旁的路灯也已经快要倾斜倒地 受到泥沙台风影响 强风造成花林地区电力线路受损 29号晚间7点多 吉安乡陷入一片黑暗 五村共9544户发生大停电 尽管一片漆黑 还是有店家勉强营业 而当地民众则纷纷出门 关心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店力 7点多到现在 你们现在都站在外面 停多久了 快一个小时了 要一个小时了 不方便 不方便了 因为台风吧 对啊对啊 部分路段出现路数倒塌情形 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 也因此遭殃 港风玻璃裂成一片 开车经过的用路民众 发现前方道路不通 只好掉头准备绕路而行 等一下要怎么办 还在绕回去绕路啊 绕路这样 OK好 希望公所赶快来处理 对不对 那是当然了 OK好 等不了工部门来解决问题 民众索性开着自己的堆高机 自力救济排除路障 大哥你自己开车过来弄啊 你自己都每次倒都是我们不及报的 都自己弄啊 这是自己的车啊 这是你自己的车 整部机工所来处理啊 它没那么快啦 经过台电人员抢修 吉安地区在大停电三小时之后 已陆续恢复供电 泥沙台风才刚走 又有一个海棠台风即将直扑南台湾 气象局罕见同时发布双台海陆警报 提醒民众还是不要掉语轻心 记者综合报道